就是前面学的记得比较牢的同学会知道 你在前面有一个地方也干过这事 也是在 既在这个component里面加 也在update里面加 加完就出事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效果哈 这掉了一个梦子 然后开始玩命掉update 这个我告诉你 最后这一定是整个战役出 我为了不耗费机器资源 我只能把浏览器关掉 你看这浏览器已经没法案了 还记得上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吗 啊 难道要杀进城吗 结束了 好吧 结束了 我们来说一下是为什么 这个上一次我们这个问题说过啊 或者我直接在代码上说吧 是这样的 你记得啊 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会掉 递的update 我们原来在说rendler条件的时候 我们说我 promise改变的时候 就promise你自己改不了 itom自己改不了 所以只能是外部如果改了promise 或者说 有人改了state state是自己也能改 外部也能改 如果你把这东西给出去的话 好 那么也就是第一次来讲 你第一次在 在初始化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是mont mont掉这个东西对吧 mont会set state吧 在set state atom info被改了吧 这时他会触发谁 会触发data update 触发data update以后 data update会里边又set state 然后呢 这个他又会set他 也就是说你set state 就掉入高次函数component的data update 掉入在这里边 他又有一个set state set state回来又会掉 所以他就一直在这里死循环 好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更新rendler 什么情况下放着不管他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props改变了 就是外边 我们在外边是看这个刚才那个网页的时候 比如有三个张三李四 呃王校长 你点开始点的张三的时候 id是一 然后这时你换成李四的时候 promise变了 也就是说通过props match 那个什么进来的那个id变了 id变了的时候必须让他进来 props变的时候必须让他进来 他不进来的话 这个你这你这下不进去 那么id在进来以后 你想他的id进来以后 这一次id会复制给谁 复制给他对吗 事实上我们在上面是模拟 模拟一个什么数值的过程 然后把这个id附进 附到这个里边来 再附到这一次掉settimeout的时候 他会再掉component deadupdate 对吗 再掉component deadupdate的时候 这时deadupdate再进来的时候 他还会把这个id再set set进来一次 那么但是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是有效的 后面就没用了 后面每次就是以死循环 你想象一下 第一次是propsid变了 通知你这边 第二次是说把这个idset到相应的 就是你在这set到这个atominfo里面 就是说比如原来开始是id是1 外面id是1 外面id是2的时候 先要通知你进来 通知你进来的时候 你这个数进来的时候 第一次掉了一次abit 然后你当你把这个2放到这个id里面 并且去外面取数据的时候 又掉一次 就掉这两次 其他的时候是没用的 其他的时候会造成死循环 所以那么在这儿 我们在前面说过一个 那么怎么改这个东西 掉入那个数的componentupdate 对吧 这里面会给你两个 一个叫next的 props 一个是next的state 对吧 那么在这两个里边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返回 处什么情况下返回false 这里面一般我如果我写代码的话 我会这么写 缺省的话是返回false 对吧 那么在某两种情况下返回false if this.props.match.parameters.id 在不等于 在不等于 next props.match.parameters.id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return true 第二种情况 if this.state.item.info.id 不等于 next.state.item.info.id 其实来讲 我注视一下 上面这句话 其实是 外部 这是外部 把数据传给你们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是 ID 已经变化 但是数据没有刷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它有一个数据没有刷新 那数据没有刷新的话呢 我们就让再让它一次 那么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能出的来吗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效果 张三 注意id啊 李四 王校长 OK 现在点哪个都行了 对吧 那么后台的这个 恢复 不应该恢复的 后悔了 你看现在这个东西都是对的 对吧 update 好的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看完了 有时看这个课程 视频的课程 说句实在话 有时候会有点 大家会觉得有点 这个枯燥啊 其实我录的 其实更累啊 所以这也有一点 大家可以劳力结合 就是正常来讲 一般你看视频的时间呢 就是一个半小时 我的一般的一个方法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时也会看书 或者什么样 我大概能集中精力的时间 是一个半小时 第一个 这说一点 说一点方法 就是如果你 你发现你经常看 看不下去 你这样 首先把手机收起来 把手机进入飞行模式 然后把门一关 物理就是所有的东西 打扰能打扰到你呢 全都打扰不到你了 然后这时你开始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前五分钟 你先就是 拿一张白纸 A4的白纸 就搁在你眼前 你对着那白纸看 你盯他五分钟 这五分钟里边 你就想白纸 这两天 这两个字 其他东西 你什么都不想 只要你的思路牵扯到 想着想着 开始想别的东西去了 马上拉回来 五分钟以后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视频 坚持一个半小时 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如果你中间再出现 比如精神不集中 或者是容易困 也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在一边 那个看视频的过程中 可以一边做一点运动 就是有运动的时候 这是整个那个 学业 其实就别做特别剧烈的运动 就比如说这么一直冻着 然后因为你的屏幕 可以在这待着 我建议你们是在PC上 或者PAT上看 然后看第一遍 看完了一遍 先略略看一遍 然后再去敲代码 这样的话 一次看一个半小时 不要一次看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是坚持不下来的 你看电影 三个小时下来都累 好吧 然后我们继续 刚才我们给的 这是第四个例子 对吧 是三和四 对 我们说了一下 item list和item item list和item 这里面用了一个 很巧妙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一个item 一个item list 他们两个 其实共一个UIL 同时能够激活两个root 那激活两个root以后 它形成一种有结构的感觉 就是上面有一个列表 列表底下点 然后有一个细节的东西 那么当然来讲 如果你实现 稍微有一点复杂的东西 你就看 我们就这个render 这个地方 就should component update 这个地方 你就要做一些操作 你不做这些操作的话 就有问题 能理解吧 好